亮哥果然是民调 跟所有选举跟战略的专家 他背后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这场选战 蒋万真的是 除了国民党在背后力挺他 但是他背后面对的是 一个是黄西安背后有柯文哲 陈时中背后有蔡英文 因为陈时中背后是蔡英文力挺 否则林家荣喊了24次响选 到最后也被硬桥调 所以台北市这一战 其实对蔡英文来说 会不会提早搏 陈时中如果没有当选 或选得很难看的话 恐怕蔡英文会提早搏脚 所以在这战争当中 当然蒋万面对的是 背后这两个最主要的敌人 亮哥刚刚分析得非常清楚 蒋万是唯一的在野党 对 蒋万是真正唯一在 基本有自政资源 也没有真正的中央资源 所以只有一个在野党的国民党 在地方议会党团 跟所有的立法院的好同事在力挺 所以我觉得这两战 当然打起来非常辛苦 但是我相信台北市民是有智慧 就是说看到昨天这一道谈话 是看到两个人在那边打水口 但是台北市民重视的是什么 一个是自己讲说自己情商很高 但是丢下防疫指挥中心的烂摊子 大家不要忘记 大家在讲说陈时中仇恨值很高 那是因为八千多条人命 背后这不只是八千多条人命 是背后多少家属的心痛 然后你让民众要口罩没口罩 要快塞没快塞 要药物没药物 不断地排队 这是一个台湾Can Help的指挥中心吗 那当然这个柯文哲过去这八年 台北市政做得好不好 所谓五大弊案 五大怪案到五大案 后面这五大案的收拾 是拿台北市民多少纳税钱 还有背后有什么样的条件去做处理 甚至跟大巨蛋后续 公旗的争议 还有法院的诉讼问题 我们都还没算到这一块 包括台北市民会非常重视的 包括北宜的案子 做了这么久 中间扯到包商的问题 然后工程品质又不好 还有这两天在媒体上看到的 瓶盖工厂 当时大家都在抗议这个案子 希望这一块土地 这一块南港的瓶盖工厂盖得好 到最后是什么 连进去招商 就是里面承包这个场地来经营的 这个业者都在抗议 所以市政做得好不好 其实才是市民所重视 不管你是EQ高 IQ高 那都是你们的事情 台北市民要看的是 谁能端出牛肉 或者是说 谁能让我看到台北市政的远景 远景到底在哪里 委员 对 因为我看在聊天室里面 很多人都一直在附送 这个亮哥那句话 讲万安是唯一的在野党 对 万安是真的在野党 没有任何资源 背后没有庞大的中央资源 可以力挺 那也没有市政资源 可以让黄珊珊这样到处 还挂着副市长的头衔 到处去跑 还可以给一些市政建设的承诺开支票 讲万完全没有 但是我认为讲万现在的策略跟步骤是对 虽然外界对他最近的打法 有很多不同的批评 但是我认为台北市民要看到是 未来的愿景到底是什么 所以万安在这场防疫当中 他昨天跟我特别开了一场记者会 就是未来我们也看到防疫在台北市 仍旧医疗量能不足 特别看到这个无形的病毒敌人 他强调说未来我们如何用AI的科技 甚至是在台北内湖科学园区 跟市令北投科技园区 未来我们设置AI医疗产地的大楼 办公大楼 那未来让AI能够进驻 我们现在医疗产业 可以减少 无论是医师也好 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 也避免直接接触 那利用更多的AI大数据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照顾更多的病人 包括需要长照照顾的长辈们 我觉得真正提出牛肉 在最后四个月才是重点 而不是看到用太多奇奇怪怪的战略 其实台北市民接受过 那么多场选举的考验 都可以看得懂大家在干什么 所以亮哥刚才讲 这背后有谁的身影 谁的身影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司马昭之心 在看得非常清楚 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